我是什么样 还可以说是什么 我平时什么样 记住啊 第三招 一定要记住 第一招是什么 我喜欢什么样 第二招呢 我做事什么样 比如做事 马虎不马虎 认真不认真 喜欢不喜欢 动脑筋 那是喜欢什么样 这是做事什么样 第三招 平时往往都很什么样 能听懂这句话吗 我平时的时候 往往都很什么样啊 你看 比如 我是不是很幽默 注意那狠字 我是不是很勤快 我是不是很注意环保 我是不是很细心 我是不是很讲卫生 诸如此类 大家瞧瞧有一个 什么共同特点 都有一个狠字 狠字 那用这个 三种方法 一个是喜欢不喜欢 喜欢什么样 一个是做事什么样 一个是平时往往很什么样 这都可以帮助我们 很方便的回答出 我什么样 这是你第一步 如果回答人物 回答人物 如果你第一步 回答的不是人物 你第一步 如果回答的是事物 动物啊 植物啊 这会儿你那怎么说呢 如果是事物 要动物植物 实际你就会这样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那问 什么东西 会什么样呢 这个东西 会什么样呢 那么 比如这个东西 我们说的是大熊猫 那么大熊猫会什么样呢 你要注意 要方便的回答出一个动物 什么样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一个是大熊猫 平时什么样 比如 大熊猫 是不是很懒惰呀 大熊猫 是不是很聪明啊 大熊猫 是不是很淘气呀 大熊猫 是不是不大注意卫生啊 大熊猫 是不是很灵巧啊 大熊猫 大熊猫 是不是爱玩游戏呀 诸如此类 这都是大熊猫 平时 什么样 当然 还可以写 大熊猫的样子 什么样 记住 这和平时不一样 这写它的外貌 写它的样子 什么样 比如 大熊猫 是不是很可爱 样子吧 大熊猫 是不是特别怕 样子吧 大熊猫 是不是动作 不太灵活 是不是还是样子呀 一定都是写 样子 什么样 还有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 再考虑 大熊猫 平时很什么样 大熊猫 那样子 什么样之后 再接住 不怕 大熊猫 不怕什么 这实际 都是样子 比如 大熊猫 是不是不怕脏 大熊猫 是不是不怕高 大熊猫 是不是不怕饲养员 它可以去攻击 饲养员叔叔 大熊猫 是不是不怕天热 大熊猫 是不是不怕冷 诸如此类 用不怕 也是一个写什么样 很方便的招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 把什么样写成干什么 也可以避免写不出来什么样 记住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法 这是第二步 记住了吗 第二步是落实什么样 人应当那样去落实 物应当那样去落实 一定要分别记住 好了 如果记住了前两步 第三步 就比较容易了 第三步 比如 我们要 面对一个人物的句子 比如 我们的人物句是 第一步答案 我 第二步答案是 很爱学习 很爱学习 那第三步 你知道要干什么吗 就是把第一步的答案 第二步的答案 按顺序 先后顺序 组合到一起 我们叫完成句子组合 第三步 就是完成句子组合 那大家看 我们就应当完成一个 我很爱学习句号 一定要有个句号 那你注意这就是什么样了 这就是 用人物的单数我 就可以出现这样一个句子组合的情况 那如果 第二个 大家看我们这个例子 如果第一步答案是我和妈妈 人物是双数了 第二步答案是 喜欢饲养小动物 这是喜欢不喜欢的那个一招 那第三步答案 我们完成句子组合 就应当写出 我和妈妈 喜欢饲养小动物 句号 这就是第二步 这就是第二个例子 大家再接着看 如果我们 第一步答案是我们 有我的人物多数 第二步答案是不怕热 那第三步完成句子组合 就得出 我们不怕热 句号 当然 当然如果要是物的 比如大熊猫 我们第一步答案 大熊猫 第二步答案 很贪玩 那么完成句子组合 那第三步句应当是 大熊猫 很贪玩 句号 当然如果动物是两只 双数 大家看 两只大熊猫 第二步答案 爱打架 两只大熊猫 就爱打架了 完成句子组合 两只大熊猫 爱打架 句号 这是完成句子组合的第三步 如果动物数是多数 第一步答案 大熊猫们 大熊猫 一群大熊猫 都很可爱 第二步答案 那么完成句子组合就是 一群大熊猫 都很可爱 句号 一定想着 点上那个句号 好了 那么 当然 如果我们这会儿 大家注意 我们写些植物 比如我们写 第一步答案 月桀花 大家看 一朵月桀花 第二步答案 什么样 很漂亮 完成句子组合 月桀花 很漂亮 句号 当然 植物也可以出现双树 大家看 杨树 和柳树 你注意这是两种树 杨树和柳树 它们什么样 第二步答案 第二步答案 都枝繁叶茂 明白什么叫枝繁叶茂吗 就长得特别茂盛 枝叶都特别多 叫枝繁叶茂 那么 完成句子组合 就是杨树和柳树 都枝繁叶茂 句号 当然 植物也有多数 植物多数 大家看 动物园里的景色 动物园里的景物 动物园里的景物 第二步答案 都什么样 都很吸引人 都很吸引人 那么 完成句子组合 就是 动物园里的景物 都很吸引人 句号 你瞧出来了吗 人物可以有单数 双数 多数 事物里 动物一定有单数 双数 多数 植物 包括景物 也可以有单数 双数和多数 好了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完了 小学作文句子提高模板 新三部写句法 完成的 什么样的 这类句子 你记住这三步了吗 第一步 寻找谁 或者什么东西 第二步 落实 什么样 第三步 完成 句子组合 一定要记住这三步 记住了 就可以记住和 我们前面学过的 小学作文 句子入门模板的区别 然后 我们记住它 再去做一些 深入的学习 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 进入到我们的 另外一个营地 叫 方法 鼓固 营地 我们就可以 深入学习了 我们休息一下 进入下一个营地 休息 小学座 作文句子提高模板的第二营地 方法巩固营地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两个板块 一个叫范例浏览 还有一个叫错误提醒 我们先进入范例浏览 范例一 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句子 首先应当记住 我们小学作文句子提高模板的三步 第一步寻找谁或者什么东西 第二步落实什么样 第三步完成句子组合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步 第一步寻找谁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范例作者完成的是 动物园里的饲养员叔叔 他使的是无我的人物单人 动物园里一个饲养员叔叔 那么这个句子完成之后 第一步就完成了 实际他就是问 这个句子我可以写谁呢 他心里想到了那六种人 有我的单双多三种人 无我的单双多还是三种人 他使用的是无我的单数 无我的单数 然后我们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大家看 第二步是按照第一步这个基础 找到的这个人 给他落实一个什么样 那么动物园的饲养员叔叔 可以什么样呢 那么在写什么样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想到我们人物的那不同样子 应当从哪去分 比如喜欢不喜欢什么 对吗 那么喜欢做什么事 不喜欢做什么事 还可以是平时什么样 比如动物 大熊猫平时是很什么样啊 还可以 如果是事物的话 你还要想着 草坪是不是很绿啊 这个衣服是不是很新啊 诸如此类 那么这里边 他使用的是人物 饲养员叔叔 他这些 平时很什么样啊 很不怕脏 大家看 动物园的饲养员叔叔 他们天天要饲养动物 有些动物还是不大讲卫生的 那你说饲养员叔叔是不是不怕脏啊 不怕脏 第二步完成 第二步完成之后 大家看 把第三步落实在一起 也就是按顺序 先写第一步答案 再写第二步答案 最后加句号 最后得出的就是我们的第三步结论 动物园的饲养员叔叔 不怕脏 句号 这个句子就完成了 这实际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范例 回忆了一下 我们使用小学作文句子提高模板的三步 你能怎么去做 再看一个范例 范例二 范例二 大家看 这一张版 我们就可以瞧出 使用小学作文句子提高模板的全部操作 第一步 一个句子可以写谁 或者什么东西啊 他写的是 饲养员叔叔和阿姨 发现了吗 我的双人 那么饲养员叔叔和阿姨 能什么样呢 可以写他们什么样呢 一定想着那些支持方法 喜欢不喜欢呀 平时恨什么样啊 样子什么样 诸如此类 他这里写 善于动脑筋 他们一样动物的时候 动物出现什么问题 他们一定会动脑筋 想办法 所以把这两个步骤的结论 按先后顺序组合在一起 就进入到了第三步 完成句子组合 动物园的饲养员叔叔和阿姨 善于动脑筋 句号一定要有个标点 好了 范丽三 看范丽三 范丽三他选的人物和 那个前面两个范丽 都不一样 前面一个是无我的单人 还有一个是无我的双人 在这里 第三个范丽 是无我的多人 来动物园的人们 大家看动物园里 很多很多游客 这些是无我的多人 他们平时什么样啊 很兴奋 因为到一般的公园 大家是休息 到动物园呢 大家大多还都是看动物的 那动物平常我们也见不到 于是就很兴奋 这就是第二步 就是很什么样 把他们组合到一起 第三步 来动物园的人们 很兴奋 完成了句子组合 这三个例子 这三个范丽是人物的 我们再看范丽四 范丽四我们选的是一个单数的动物 大老虎 这个句子可以写什么动物呢 写大老虎 写一只大老虎 大老虎会什么样 写它的样子什么样 它样子会什么样 特别凶猛 很凶猛 完成句子组合 按先后顺序加标点 动物园的这大老虎 特别凶猛 句号 范丽五 那你知道前面的动物是单数的一个动物 范丽五一定是双数的 大家看 黑熊和棕熊 我这个句子可以写一个双数的哪两种动物呢 黑熊和棕熊 两只不同种类的大老虎 那么他们什么样呢 比如写样子 样子黑熊和棕熊都十分有趣 大老虎长的永远 那包括走路啊 那样子都十分有趣 是吧 把头两部结论 按先后顺序加标点 就是第三部 完成句子组合 黑熊和棕熊 样子都十分有趣 句号 这个句子写样子的又一个句子就完成了 那么范丽四是一个动物 范丽五是两个动物 你一定知道范丽六应当是多少动物啊